咱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位嘉宾 第二位嘉宾也不知道跟你们熟悉不熟悉 咱们请出来看看 如果要是熟悉呢 咱就聊一会儿 不熟悉呢 咱也结交个新朋友 好不好 我真不敢猜了 你来到这边坐一下 您不是信心满满吗 我现在没信心都让您给打败了 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接下来 哪个房间 那就这样吧 第二个吧 二号房间 第一个问题 那还是这样的 请问您是男性女性 你都不知道是谁吧 当然知道 一男一女 别又是俩人吧 不会吧 不是都俩人 有可能啊 有可能 一男一女 第二个问题 哪有这么回答的呀 一男一女 第二个问题 反正你这朋友 倒是挺急急的来看你 但是折磨你 他们也有一整套 您比我大 还是比我小 比我小不少 跟我有过对手戏吗 不止一次 合作过 我也不想问了 我觉得是那个小满那儿子 猜不着是小满 就猜他儿子 你就可这是一家人折腾啊 然后不是是小满儿子 就是他孙子 不是他孙子 就是他媳妇 不是 我小很多 第四个问题 您不问了 是吧 我都不问了 石小满儿子 没准跟他媳妇一块来 对 您这问题 您说您认为是石沉 是吧 石沉和石沉 我担心你石沉大海 石沉和石沉 这回真是我都没法问了 不是我觉得您这 好吧 来三个问题 他又不问了 这第一次我们在现场 有这么好的嘉宾 给机会不要 到底是不是石沉大海呢 是石沉 还是石沉大海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二号房间 打 破了 我天哪 你看 谁来了 这什么呀 石沉满 知名演员 他曾是一代人心中的小童心 从与几十载 经典作品无数 而在大宅门中 他和李文玲搭档出演夫妻 并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日这对迎评搭档 相聚你看谁来了 将会为我们爆出 哪些台节目后的趣事呢 这就会 这说我就知道 这不能算我错 我跟你说吧 这我跟你说 这 背景不说是小满的 我知道你当时说说演戏去了 完了我当时就想看了 是不是肯定 我儿子今天早上六点钟飞到横店 所以我替他来了行吗 所以说了 他们刚才跟我说 就是 来来来 这都是老朋友的吧 这都是老朋友的吧 哎呀 都是老朋友了 这都是老朋友的 这没法说了 这我哥呀 认识 我认识 我哥比你们连认识的还要早 赶紧 赶紧都 这二位跟我是负一辈子一辈 是吧 我也听听 天呐 没错我吧 我们大拍 我管他叫六哥 对 你们坐那边 你们都是一个院里长大的吗 不是 两院 他们是北京人艺 我们是中国青年艺术区院 那人家不是儿艺的吗 那个 他们个人是儿艺的 就是说那个父亲 对 都是一个圈子 就是方慈哥老师和方慈春老师的父亲是仁义的 母亲是儿艺的 对 母亲是儿艺的 你们俩是老来 什么老来 没坐着 不坐着 她是我弟弟 哎呀 哎呀 她比我小13岁呢 十岁 十岁 不是说小13岁 她是什么我 她跟她哥哥是同学 关键是邹老师已经邓我了 对 他不用瞪 他才不用瞪呢 他是我哥哥的师妹 关键是周老师亲眼大 关键是开场之前 小满的漂亮媳妇 一直在那拍照片 我就怕您看见她 给我急着在后边 一直在后边呢 我也没看见 那不是今天刚躲了 我就怕 我以为你第一个 拍小满 我以为你看见嫂子了 没有 我跟你说 我跟你这节目 也是老运动员了 所以说我脑子也在转 大概是什么人 大概是什么的 所以说 就是他们俩那是 说真的我没有转开来 但是他 我肯定是转开来 那我再跟你们说一句 就在石小满老师 一出场的时候 我耳机里就喊了 说一号房间嘉宾炸了 说谁也别走 等我 一号还有人 对 这么着吧 到时候猜一号 说你帮着我猜 你帮着我猜 说明呢 一号房间的人 跟你们每个人都熟 都熟 完了 完了 哎呦 我的天呐 都熟了 说你们一个都别走 说 这个谁都别走 走我都给你们急 那个咱们该算账了 说都欠人钱了 结账了 结账 这节目会不会觉得 其实还是当主嘉宾过瘾呢 对呀 对 我可以绕着 我在里边回答问题 我也可以绕着回答 你那个第二个问题 根本就不对 什么叫一男一女 当然是了 我演了多少太监 没说你的角色 那我平时就在角色里 哎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呀 我认识文灵姐 其实要感谢小满哥 因为是小满哥的儿子结婚 我去参加婚礼 认识的文灵姐 对我主持人 这是我儿子的主婚人 对 所以这么认识的 对 我说他怎么渴着你们全家挨个猜 对 原来这个就关系 就是你们其实比 不是我当时想啊 我不是说他一说的节目 我同一个 我和为什么我们俩周围在旁边 是石小满 他们想了 估计是 我们俩人想的就是石小满 肯定能 那我能不能理解 在你心里 你觉得你跟石小满的关系 比跟那个方子哥老师的关系近呢 不是条事 真的 不是条事 这还不是条事 不是 是不是条事 因为人家子哥吧 是在北营 另外一个呢 人家属于 他属于比较深沉的这种 深沉 不是他这个 他这个小弟 就这种 没正形 就这种 你们看我们俩 我们俩也那个大宅门的时候啊 是啊 当时啊 是宝爷 宝爷当时就说 说问了人说 我这有十集戏啊 给你 说 专门给你写的吗 对 他说 也不是说专门 说我觉得这是你可以 完了呢 后来呢 说好吧 就去试装的时候呢 说您看 这个就给您 演 就是姐夫 就是演您老伴 我一看 我这不行 这这 我这哪行啊 我说我不 我们不需要那种形象化 后来说那谁啊 我说那石小满呢 这小子正在北影溜的 在那 没有 我跟您拍照片 打电话 我说 小满 你过来 我说有一角色 让你那是 什么角色啊 说你演文林老师 这个 这个 老公 哎呦 给他给乐了 呦 为什么呢 就昨天早 我们有个前员 就是那四十同堂的时候 也挑过他 结果他呢 不知道为什么 没来了 单位不放了 胖橘子的老公 就找过你啊 结果他头一个 就给周伯伯 打电话 那个 姐夫姐夫 哎 你知道我有一件 特别高兴的事 你知道什么 你不是就演文林丈夫吗 然后呢 你听着 这个石小满呢 因为他原来吧 是真好看的一小孩 对 小铃铛啊 跟你家松雪 真好 都是跟着大牌导演 比如说 你那个南海潮是谁 蔡楚生 蔡楚生那种大导演 都是这个 他演那小孩 哎呦 那好可爱呀 你看就这样呢 你知道吧 完了以后呢 后来他变成这样以后 你知道我 我什么时候 那个就是我们俩 也两口子 他后来病入膏肓 我就拿那个 肥价呢 喂他吃 我就喂他吃 喂 因为 我后来就瞧他这样 想起这样 那场戏笑的 我从外都没笑我啥 我一下就跟那鸟似的 就又病了 化成那样 所以就说就熟悉到这样 你知道吧 这么熟 所以您就可人家一家人猜 哎那你觉得一号房间有可能是他儿子吗 那没有 儿媳妇 那没有 那不可能 很好